新婚之夜,男人推了推妻子想要亲热 没想到下一秒却被同康父亲的几声咳嗽打断 妻子郁闷至极,起身穿上衣服去了外面 他望着远处的黄沙发愣 察觉到妻子情绪的王王赶紧跟了出去 他知道妻子不好受,可家里条件确实艰苦 一家四口睡在一个康上是属无奈 就在他准备安慰妻子之际 突然一阵狂风裹着风沙席卷而过 瞬间风沙迷了猪猪的眼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王王心里悄然萌芽 婚后王王对猪猪异常呵护 无论妻子做什么事,王王都要来大把手 一旁的父亲看得心里直发猫 就连放羊路过的老光棍都看不下去 王王丝毫不在意旁人一样的眼光 回过头还不忘顾忌妻子的自尊 两人刚把衣服晾好 疯癫的母亲就拿着树枝一边唱歌一边 过来扒了衣服 都弄脏了呀 你别怕,你别急 我妈这是啊,没见过晾晒过这么多东西 她高兴,她在表扬你呢 是吗 别往心里去啊 很快,两人的第一个儿子就出生了 家里唯一的土炕也变得更加拥挤 王王开始筹划着在别处建一套新房 他要给猪猪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 他们在离村事物离远的一棵树旁选好了地址 因为有树的地方就有水 两人每天带着儿子往那里背土 一袋土八十斤 一天两烫 半年啊 盖房子土就废齐了 担心村里有人不让他们盖房 他们就专门来十五里外没人管的沙漠里盖房子 还给这里取名一棵树 而朱朱也明白丈夫的心思 一切都听丈夫的 这天路上儿子要尿尿 王王赶紧抱起儿子跑到一棵小树旁 尿 完事后王王也不忘打去自己 我真像救生会的老财主啊 连尿尿都要跑自己地里来 要是沙地是你的 就全像了 这么大的地方 单靠我儿子一点尿 真不行 那就生他许多儿子 好厨艺啊 两人的日子虽苦 但抵不住夫妻二人的同心和力 两年后 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 平瑞 王王经常抢着妻子的活干 这让一旁的公公很是看不过眼 一吃完饭 王王就抢着西碗 边写还边幸福地哼着歌 你也该歇唬 虽然父亲私底下三分五次地劝阻过她 但她都是笑呵呵地硬撑一下 还是继续干自己的 刚忙活完 贤惠的猪猪给婆婆梳头 谁知婆婆趁她不注意 突然狠狠咬了她一口 王王闻声跑过来掀开袖口一看 鲜红的牙印让她心疼不已 当即就对母亲发了火 你咬我 你咬我 你别这样 别这样 王 你小子使不轻点 妻子将憋了一肚子火的王王推进礼物 傍晚 朱朱宽慰丈夫 她和妻子聊起了母亲的过往 原来母亲是一个童养戏 奶奶对她非常严苛 所以母亲从小就没少挨过打 在生孝王王的第二年 家里请亲戚们吃饭 母亲不小心把一个戏刺盘给打了 以为自己弄出了大乱子 一下就吓疯了 从那以后 妈就成了全家人的初期度 大妈成了平常事 妈的病就再也没好 得知婆婆的病是后来得的 妻子提出要给婆婆看病 说不定能治好 但王王以家里条件不好 为由拒绝了 而朱朱却说 虽然去了医院 但母亲的病患多年 想要彻底抑制基本不可能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两人的相濡以沫 让他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他们两人响应政府的号召 承包了家门口的一万亩沙漠 至此王王与妻子正式踏上了 枝沙的旅途 由于承包的沙漠面积大 这让乡长很是佩服 甚至还亲临现场实地考察 并允诺他们有任何困难 都可以向他开口 没多久乡政府的树苗就运来了 两人也很快就倒腾起 承载着他们希望的树苗 毕竟日积月美 茫茫荒漠里终于有了 那么几处亮眼的绿色 这天栽完树两人 正唱着歌往回走 恰好遇到还没取气的六根放牙 当初看不好他们的人 如今也羡慕不已 乃至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 突如其来的噩耗打破了这幸福的生活 夜晚王王像往常一样在他们的心房干杂货 一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了下来 这要是歌平常拍拍屁股也就站了起来 但这次腿却不听使唤 任凭王王如何使劲都没能站起 猪猪提出要背他回家 王王说空人走沙地多难 更何况他还是个女的 第二天一早 夫妻俩踏上了去县城看病的路 进了医院 医生给出的结果是需要住院观察 可王王的心里却牵挂着家门前那成千上万的数苗 但这次拎不过妻子 是好答应住院治疗 从没做过饭的公公在家煮饭 结果一不小心就把一旁的没有灯碰进了锅里 滚烫的饭锅让公公手足无措 还毁了一锅饭 平日在家都是儿媳妇做饭 现在儿媳不在 毕家人连吃饭都满 毕时间家里的重任全部落到了猪猪头上 他上午带着一家老小直杀 下午还得马不停蹄地赶去医院 经常累得在马车上就直接睡着了 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有过半句怨言 然而这天来到医院时 王王的主治医师却把猪猪叫到一旁 告诉了他一个晴天霹雳 你的丈夫王王 患的是古爱晚期 保守治疗 可以说完全无望 如果截之处理 也许能维持一年两年的后者更长 请你争取一下 给我一个明确答复 巨大的悲伤瞬间涌上心头 他躲进水房偷偷哭泣 为了不让丈夫看出 他强撑着洗了把脸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病房 不从小 王王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 最终经过商议决定截止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回到家 猪猪谎称王王身体没有大碍 那还没养干什么 有几个都怀高了 住院要钱吗 没事了 还助他做什么 我不懂医道 我只知道交钱 我懂医道了 我只知道过日子了 但第二天 公公还是和他把家里的羊都卖了 好在手术还算顺利 丈夫平安出来了 立出手术室门 王王就宽慰妻子说句腿一点都不疼 自己很清醒还听到了医生们句子的声音 让妻子不用担心 话听在耳朵里却痛在朱朱的心里 医生叮嘱他 王王出院后还需要隔三差五的打针 为了减轻丈夫的痛苦 晚上他拿起针管在自己的胳膊上练习打针 他丝毫不顾忌自己疼不疼 他只在乎如何减轻丈夫的疼痛 在家的公公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过错 竟主动要给婆婆梳头 出院这天 王王突然提出想去逛街 竹竹就背着他去 虽然街上锣鼓熏天的在扭秧阁 但人们都被这女背男的场景所吸引 他们走进一家首饰店 王王兴奋地要妻子试个银手镯 但一问价格要三百元 妻子赶紧放下说不买 只是试一试 当王王却想买 能便宜点吗 我只有二百六十八块两个五 店老板从一进门就注意到了两人 直接上前说只要二百六十元 出来后 朱朱一言不发 一低头才发现妻子已经泪流满面 你妈给你的手镯 我给卖了 你不让我还你 你现在是大爷 我是孩子 在家里服务 送门你背的 你就该有个大人的样子 打也行 骂一下 什么也被窝在心里 回到家 看着儿子独腿的样子 公婆愣在了原地 她把一肚子怨气全部撒到了儿媳身上 你爱你什么心呀 为什么不瞒着我呀 你说呀 我 我靠谁呀 朱朱没有解释 只是拿起背包向外走去 她知道公公也是无奈 不然怎么会同意把羊都卖掉呢 可谁又能真正地理解她呢 她来到一棵树 将丈夫的腿埋在一旁 然后一直带坐到太阳落下了山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王王的身体也渐渐恢复了很多 这天乡领导来到他们家 原来夫妻俩直杀成绩优异 成了乡里的模范户 在得知王王患病后 乡政府和林业局特意申请了五千元作为奖金给他们送来 临走时 乡领导告诉王王 乡里引进了一种新品种的羊 不仅毛多个子还高 一年还能产两次在 如今他们在沙漠里头站住了脚 也可以多种尝试 听闻此时朱朱二话不说 直接从刚才的五千元里拿出三千 让领导帮他们买六只羊羔 朱朱刚把乡领导送走 就听到乌里公公和丈夫吵了起来 面对父亲的指责 王王一直向着妻子说话 呆愣在屋外的朱朱突然被婆婆拉到窗前 他从树墩里和马槽里陆续找出十几个鸡蛋塞进朱朱的怀里 这是他们不在的这些天婆婆偷偷攒的 他知道儿媳心苦 他只把鸡蛋留给他 怀里的鸡蛋突然掉到地上一颗 两人静不悦而同想从地上捡起 过了些时日 王王坐在马车上和妻子去栽树 但途中一个不小心王王从马车上摔了下来 任凭朱朱怎么搀扶他 他就是要自己爬回去 要强的人哪那么容易向生活屈服 奈何少了一条腿 爬了半天才挪动不远的距离 最终累倒在沙滩上 回到家里王王罕罕见地发了脾气 他恨自己无能 现在的他对家里来说就是个累赘 然而面对情绪极度不稳定的王王 朱朱没有埋怨 安顿好家里后 他继续带着一家老小扎进沙漠里栽树 他要努力完成和丈夫的梦想 让这片沙漠变绿洲 是丈夫对自己最深沉的矮 傍晚 一阵沙尘暴吹开了窗户 面对沙尘暴的袭击 一家人全都睁不开眼 每年的春季都会出现这样恶劣的天气 他们早已稀疑为常 甚至吃饭时都得用不盖着饭 只有让这片沙漠丛林密布 他们才能真正摆脱沙尘暴的清晰 好在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 浩瀚的沙海终于有了一抹新鲜的绿色 可惜一家人还没来得及高兴 王旺却先一步顶不住了 这天夜里下身的剧烈疼痛 将王旺从床上折磨了起来 他意识到自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他吃力地爬起身抚摸着妻子的脸 然后叫醒熟睡中的妻子 他躺在妻子的怀里 要不要把车叫醒吗 就你 我谁也不要 小时候 我奶奶不喜欢我妈 却喜欢我 我来的时候 跟前只有我妈 我死的时候 就要我妈收了水 大哭 我奶奶到老都没说到好 你就不哭 我不看你哭 王旺最担心的就是朱朱 从她嫁过来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自己也没能给她享一天福 尽待她受苦了 我给你扔下这么个家 这么大一片沙漠 你怎么办 家里有我 我在医院就知道我的病了 这些日子我都在想 只要你好 咋办都行 她让妻子拿出她曾送她的小铃铛 那是他们的定情信物 她吃力地摇了摇 我的那条腿呢 给你保存得好好的 麻烦 别丢了 丈夫就这样走了 朱朱没有大声哀哭 反而给丈夫一好被子 她慢腾腾地来到外屋逐个叫醒家人 爸 起来吧 大川 大川 起来 都起来吧 几人疑惑地看着朱朱 看着睡眼婆娑的婆婆 心中的悲伤再也抑制不住 妈 他们把王王葬在滋留地里 那是王王亲自为自己挑的地方 时光转瞬即逝 大川也已经长到18岁 这些年他们从未停下再说 曾经漫无边际的沙漠 如今也出现了大片树林和草地 家里也买了一辆二手的三温车 这天 六根在半路拦下回来的朱朱 这些年看着她一个人一边拉扯 大两个孩子一边照顾公婆 她深知朱朱的不容易 六根就向朱朱表露了心声 你老老少少一大家 还有那么大一片的银子 总得有个依靠吧 谁也不靠 靠自己 那我走了 她靠的 她有心中对丈夫深沉的爱与执念 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他们让沙漠里出现了成片的绿洲 这是被报道了出来 惊动了省政府和中央 县里接到省里的通知 国务院决定 你代表咱国家 出席世界妇女代表大会 这是请简 晚上 她正收拾出没要带的东西 婆婆却突然过来将梳子递到她的眼前 她以为婆婆是想让自己帮她梳头 没想到婆婆却摇了摇头 那是你要给我说啊 婆婆小心翼翼地梳着头 她还不时地问儿戏疼不疼 第二天天还没亮 朱朱就来到王王的墓前 看着丈夫的墓碑 她将内心的感慨和这份荣誉分享给她 而起来不见儿戏的公公却很着急 年迈的她担心儿戏此去就不再回来 她叫着两个孙子一起出去找 朱朱和丈夫聊完就直接来到了一棵树 这里是她和丈夫信念开始的地方 地名是他们取的 房子是他们盖的 树叶是他们栽的 她捧起一把沙子 看着远处枝繁叶茂的树林 不禁想起了两人背土来这里盖房的情景 如今的这些绿洲 她多么希望王王也能看到了 这时公公走过来问她 还回来不 我把我的坟都看在这儿了 我和你妈呢 你在那儿 我妈在这儿 我想 把她爸的坟也牵过来 妈 我爸说把她藏在滋留地里 一家人在一起 好照应林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